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1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先一起来看总体战况 1.战争第584天 吴总参在早间报道中说 昨天乌军与俄军进行了38次战斗 根据俄乌双方战报和前线的消息 北部战区库皮昂斯克区域双方仍是对峙状态 没有地面部队交互的报道 莱马到克里米娜一线 前线观察到俄军继续进行击结 但没有发起建功 断练此刻方向 俄军对马林卡区发动了一轮建功 但没有成功 罗伯进列方向 俄军从昨天开始而组织了多轮反击 新普罗克皮夫卡北侧 俄军向北推进了大约200米 乌军方面的消息说是击退了俄军的反击 维尔伯维双方在窜息面互有攻防 战地控制权没有什么变化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6空中突击旅 上午之后的报告显示 新普罗克皮夫卡处于敌人的控制之下 在该定居点和罗伯基尼之间的灰色地带 正发生战斗冲突 由于还没有能够占领定居点上的东部和东南部的关键高地 因此这里的前进变得复杂 激烈的战斗正在发生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找到夺取这些据点的关键 维尔伯维备处于敌人的控制之下 战斗发生在村庄西郊附近的地地 他们设法占领了定居点以及俄罗斯人地道防线上的一小部分 但没有占领维尔伯维以南的高地 这是战术上的成功 如果想多回这里 俄罗斯人立刻开始用飞机和火炮覆盖这个地区 由于其坚固的防御攻势 仍然不可能占领高地 到目前为止 维尔伯维附近滴滴的桥头堡欧正在扩大 二 根据吴方今天发布的战股报告 俄军伊累计损失278,570人 新增440人 乌军摧毁俄军坦克总计4702辆 新增11辆 装甲车8991辆 新增7辆 火炮6477门 新增30门 三 空袭方面 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一夜之间 记录了30架莱西沙西德无人机中的16架 四 战争最新方面 昨天 俄军对乌克兰的10个地区进行了袭击 今天 俄军用S-300导弹对断裂茨克地区的金德拉蒂夫卡进行了袭击 另外还有个外交的动态 美日电宣报报导 英国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说 英国计划派兵进入乌克兰实地训练乌克兰军队 这个消息让我们比较困惑 因为北约国家派遣军事人员进入现在的乌克兰 也许会略微的增强地区紧张程度 这与北约国家主张的不派兵立场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英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我们还有待观察 今天主要说的是一直想说而没说的人 就是舍府青客 篇幅呢可能有点长 而且圈子兜得很远 希望您能看完 这在俄乌战争中是相当重要的 2022年2月24日的凌晨 住在伦敦寓所里的舍府青客 被来自母亲的电话吵醒 时间是凌晨三点 不祥的预感笼着了舍瓦的全身 而当听母亲说 基辅到处暴涨 战斗让舍瓦母亲所在的大楼也摇晃不已时 她十分的占尽 本来她要赶回基辅 参加母亲的生日 机票都已经买好了 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也改变了很多别的东西 那一天 舍瓦的手机连着充电器 不断的打电话接电话 一些熟悉的朋友死了 更多的朋友在相互问候 很多人依然赶回乌克兰 他们甚至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 只是觉得他们必须回去 有一个二十岁的孩子 为了从疯狂建功的俄军手中保卫他的村子 独自依然在公路上监守了好几个小时 舍瓦也想回到基辅看望母亲 但他的母亲说 你回来有什么用 你不是一个士兵 你应该留在你该在的地方 去找媒体 去告诉他们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你可以在该在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 舍瓦按照他母亲所说的做了 全世界都在给他打电话 而他也把电话打到了全世界 个体的人们都在帮忙筹集资金发送援助 或者能联系当地人 确保朋友和家人的安全 更多的人通过他了解到乌克兰发生的战争的真相 舍瓦很快成为乌克兰官方平台U24的宣传大使 这个平台为乌克兰筹集了很多钱 同为宣传大使的都是文体界有影响力的人 舍瓦作为乌克兰的一张名片 当然不让得承担了很多工作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正在参观乌克兰最大的儿童医院 战争导致的斑驳让舍瓦的脸庞有些憔悴 但是他的眼神却越发明亮起来 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得到了回报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平台给乌克兰提供援助 由于他的影响力和贡献 几天前的9月27日 泽连斯基总统任命他成为新的总统顾问 将要在更重要的平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施瓦不是唯一一个为自己的祖国搬走的乌克兰体育人 自战争开始以来 已经有361名乌克兰运动员和教练 在俄乌战争中上升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参加保驾卫国的战争中牺牲的 就连舍瓦的前队友 前基辅迪纳摩球星弗拉迪斯拉夫瓦什丘克 也自愿加入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瓦什丘克说 我亲眼看到了俄罗斯世界 我会尽我所能保卫我的国家 其实很多人对乌克兰的第一认知就是舍府琴克 作为乌克兰核弹头 许多人都是通过足球 通过舍府琴克 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做乌克兰 事实上确实如此 舍府琴克传奇的人生 他在足坛的辉煌和乌克兰的独立史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按照舍府琴克自己的说法 那是因为我们创造了它 舍瓦说 我的故事就是乌克兰的故事 舍瓦是1976年出生的 乌克兰现在史上的每一个时间 都影响了他们这一代人 在独立前几年 他就爱上了踢足球 但是切尔诺贝利和灾难 差点就毁了他 当时他们踢的一个足球 沾染了合尘埃 辐射量是正常值得50倍 后来不得不毁掉 1991年乌克兰独立时 他在莫斯科福建参加集训 每天在酒吧里看 戈尔巴乔夫和叶里芊 集训完成后 他们坐火车回家 没想到他们上车时 还是苏联的一部分 到基辅下车时 已经来到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到处都是蓝色和黄色 每个人都很高兴 都很轻松 足球是乌克兰人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人们到了周末 就穿上队服 去足球场 看自己喜欢的球队比赛 舍瓦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 是为了参加一场又16级别的比赛 那场比赛在利沃夫举行 跟荷兰队打成了2比2平 播音员用的是乌克兰语解说 现场的球迷也是在看一场乌克兰队的比赛 而不是苏联的 后来 舍瓦作为基达迪纳摩的主力球员 为俱乐部斩获了许多胜利 到2012年乌克兰举办欧洲杯时 他终于可以代表乌克兰参加顶级赛事 虽然当时他已经35岁过了最巅峰的时候 而且背上的伤痛的厉害 他依然还是借尽全力想要获得进球 舍瓦说 这是乌克兰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 而2022年 俄罗斯人想要把这些乌克兰人的共同回忆都给毁掉 乌克兰人知道 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回乌克兰参加公益活动 他再一次乘坐了乌克兰的火车 以往拥挤巢长的车厢 现在变得安静和稀疏 乘客们都面无表情 乐团上 士兵们排队等待加燃 母亲妻子和孩子在彼此的怀里哭泣 一些家庭在翻离数月后重新团聚 一些家庭不得不分开 舍瓦参观了伊尔平 这个往日静谜的小站 如今什么都没了 一片被战火烦烧后的交黑 他和小伙伴们花了点时间 在基辅的街头散步 试图找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 这是他的城市 是他小时候坐着地铁到处周游的城市 每个角落都有他的一个故事或者一段记忆 如今一切都关闭了 街上人很少 汽车也很少 防空警报倒是很多 每天六七次 这张照片是舍瓦在基辅 他身后的沙包 是为了防止空袭破坏雕塑 用沙包把雕塑埋起来 当一个人目睹这一切的时候 他会明白这是战争 绝不能让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 舍瓦开始继续筹款 他把筹来的款项捐献给需要的乌克兰人 他在体育界颇有影响力 能够影响舆论甚至是政策 他邀请波兰顶级网球运动员 世界排名第一的一家斯维亚特克参加筹款比赛 他给了顶级中锋 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 一个乌克兰颜色的队长秀标 让他带着去参加世界杯 莱万也是最早一批 站出来反对俄罗斯胡作非为的运动员之一 关于舍瓦的内容确实比较多 咱们在下个节目中继续